美国的执政者可以用社交媒体把新冠病毒给说没了 但问题现实不是这样的 社交媒体 新冠病毒它不是社交媒体这一套 它在线下坚定的顽强的反复的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我们看到了越来越高的确诊人数 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死亡病例 这些确诊人数和死亡病例反复提醒人们一件事 即使强悍如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都必须以一种更加全面科学认真的态度 去认识和理解 社交媒体带来的冲击跟影响